文姬女士这次又嫁错人了 丈夫上了战场之后就再也没回来 只能和上在墙堡中的儿子相依为命 年轻的文姬感受到巨大的悲伤 但是为了儿子还是要努力活下去 幼小的儿子跟着年轻的文姬过着贫寒的生活 文姬做着最辛苦的体力活 即使如此也只能剪剩菜煮饭吃 多年后儿子终于长大成人 成为了一个体面的大学教授 是典型的寒门贵子励志典范 经受艰辛岁月搓谋的文姬也老了 虽然儿子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善良他 忙活了一辈子的文姬还是闲不下来 在一家老年咖啡馆做服务生 文姬和同事老王聊得很投缘 老王身边也是采旗飘飘 就比如整日打扮的花枝招展的金大马 两个老太太当众为爱扭打在一起 最终只有老王受伤的世界达成了 文姬将儿子视作人生唯一的希望 多年来和儿子从未分开过 孤儿寡某的生活充满了艰辛 文姬对儿子的掌控欲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 她埋怨儿媳什么都做不好 只知道拿着儿子辛辛苦苦挣的工资偷懒 也没有承担好教育孙子和孙女的责任 孩子们整天顶着沙马特的造型无所事事 文姬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卸到儿媳头上 面对多年来劳苦功高的婆婆 儿媳心里再委屈也是敢怒不敢言 文姬女士这次化身尖酸刻薄的饿婆婆 将整日辛苦的儿媳气到心脏病住院 儿媳醒来第一句话就是和文姬分家 医生也建议病人不应该再受刺激 儿媳想要保持愉快的心情 就必须把文姬扫地出门 儿子和孙子们紧急召开家庭会议 一致决定将文姬送到养老院住一段时间 文姬虽然心里百般不愿 但是疼爱儿子的文姬不愿让她为难 儿子虽是孝子 同样也有自己的小家庭 文姬知道自己年事已高 等自己去世之后 儿媳才是真正陪伴儿子走完下半生的人 文姬走到照相馆打算拍一张遗照 谁知照相馆老板说了一堆返老还童的笑话 省吃俭用的文姬出行只愿搭乘公交 为了追上公交车竟然来了一段百米冲刺 谁知竟然被几个沙马特男孩搭讪 文姬看着面前和孙子一样大的男孩 他忍不住暴躁狂扇对方巴掌 谁知从男孩墨镜里看到自己年轻的样子 文姬一路拉着众多陌生人确认自己的年龄 终于接受了自己变年轻的事实 文姬本就无处可去 这下更不敢回家了 文姬看着身旁年迈的老人 回想起自己多年来一直为儿子而活 文姬决定好好享受上天送给自己的大米 既然好不容易变年轻了 那就抓住机会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文姬女士和自己的孙子擦出爱的火花 这个年轻漂亮的女孩看起来最多二十岁 可其实几天前她还是一个八十岁的老奶奶 文姬意外变年轻之后决心为自己而活 她独自一人来到喜欢的老王家租了房子 空闲时间还去老王工作的老年咖啡厅 眼见着情敌金大妈又开始出风头 文姬直接登上舞台高歌一曲 美妙的歌身影的众人纷纷倾倒 也引起了人群中歌唱节目的导演的关注 平日里热爱音乐的孙子对她很崇拜 她和导演对文姬穷追不舍 邀请她做自己的乐队主唱 文姬这才知道原来自己误会孙子了 她眼里平日里无所事事的混小子 竟然一直默默坚持着自己的音乐梦想 为了帮助孙子达成梦想 文姬来到乐队和他们一起训练 她眼里指出乐队风格上的问题 并且帮助他们进行一番改进 在文姬尽心尽力的努力下 他们的乐队哄遍了大街小巷 一直欣赏文姬才华的导演找到他们 愿意让他们的乐队参加电视直播 孙子为了感谢文姬请她回家吃饭 儿媳看着文姬感到很纳闷 面前的女孩怎么越看越像失踪的婆婆 文姬趁机拿到自己的存折取钱 不料也因此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文姬失踪后儿子一直很担心 这天终于接到母亲账户动账的消息 工作人员怀疑取钱的女孩绑架了文姬 一直暗恋文姬的老王决定为文姬报仇 结果意外得知了文姬年轻50岁的事情 文姬电视直播的表演大获成功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她深情演绎了一首深情的老歌 文姬多年来历经沧桑 自然能演绎出歌曲中厚重的情感 文姬发现只要自己流血就会变老 但是孙子意外车祸急需救治 而只有文姬和孙子的血型匹配 文姬毫不犹豫决定要救孙子 儿子听到文姬的话确信了她的身份 她内心早就怀疑这个女孩就是文姬 但是她不敢相信这种离奇的事情真的存在 儿子不愿再让文姬牺牲自己崭新的人生 文姬听完儿子的话泪流满面 她表示自己从未后悔过 虽然自己失去了再来一次的青春 但是文姬懂得了用另一个视角看待世界 她理解了儿媳操持家务的不义 理解了孙子追求梦想的执着 理解了儿子不善言辞的深切感情 理解了老王对自己小心翼翼的守护和爱慕 影片虽然处处都讲了遗憾 可是又处处都展现了圆满 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 适合自己的人生才是最好的幸福